小明 什么事情 最近我的同事 他辛辛苦的编了好几个月的代码 一不小心 然后被删了 被删了 然后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方法 把Linux下边那些误删的文件再恢复出来 然后再教我一个方法 它的硬盘又不太大 然后又没法就那种完全备份 教我一个方法 防止它误删的那种方法 占用空间又不大 好吗 我听明白了 所以说如果是它备份过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对吧 它再恢复回来 但是它可能恢复的时候 也未必是最新版 你可能每天晚上备份一下 或者每隔多长时间备份一下 你可能备份在另外的一个戒指当中 比方一个移动刺盘当中 是吧 移动硬盘当中 那mount然后一个比如说U盘 或者说移动硬盘mount上去 然后再copy一下 就这么简单 那么简单的备份当然就这样了 我看一下 如果要是你想备份的话 很简单 就是mount 是吧 你的移动硬盘的话 一般是 如果你的硬盘 你说一个mount的命令 然后你的硬盘是sda 那么你插上的移动硬盘 就应该变成sdb 你移动硬盘上有两个分区 那你第一个分区的话 就应该是什么呢 第一个分区的话 就应该是 第一份的sdb1 是吧 mount在mnt下 然后呢 就去copy 或者说 或者是去tar 都可以 对吧 对 这是我们说这个 比较 就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方法 那么如果而是你在 就是说 这是备份的问题 对 那假如说你没有移动用它 或者你本身的这个空间又比较小 你又不可能给它完全复制一下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硬连接的方法 什么是硬连接 硬连接的方法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已知的文件 做另外一个入口 这里面的话呢 就涉及到 也涉及到所谓的这种恢复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已经删除的文件 我怎么恢复 对 那你要明白它整个的 就是Linux存储 就是EX3文件系统 它怎么存储的 它如果在存储的过程当中 那个 比方说 各种展现的形式 比如LS看到的 对 删除的时候是怎么样 那你明白这个的话 你就能理解 你就能一会儿理解 就是所谓的硬连接 还有就是我想恢复它是怎么恢复 没有了 那你先要看一下原理 好吧 然后再执行具体步骤 我要事先的话呢 告诉你一点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Linux 所谓的这个Linux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Windows 那么存储文件 不可能是把一个文件 往里面去灌 灌输 或者说拿个小刀 真正去在这个磁盘上去刻两下 不可能的 原来有个照片 然后把这个照片刻在硬盘上 不可能 那怎么存储 那它有点像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分区 是吧 对 一个分区 那它存储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仓库一样 这个仓库的话 比方说 总共的话 比方说200G 那我这边的话 有一个1GB的文件 1GB的文件 往里面去存储 那怎么存储呢 那你能告诉我怎么存储 嗯 嗯 你想象 你想到想象当中 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存 应该是写一个文件名 然后把剩下的东西都存在上面 那怎么存储 写个文件名 在这个地方写个文件名 验照 点GPG 然后的话 把这个1GB的文件 追加到后面 这是那个文件 再具体情况 那如果要是这个分区上的话 只有一个文件 那还好说 我知道前面是文件名 后面是文件 是吧 那又多了一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 上到100MB 怎么办呢 嗯 那这时候我把它 再写一个文件名 然后再把这个文件的话 放到后面 就乱了 你知道 就说大家的话呢 看这个分区的时候 嗯 你会发觉 一眼看上去 全都是数据 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哪个是文件名 也不知道 哪个是文件内容 嗯 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所谓的这种设备文件 好的 我们看下这个所谓的设备文件 嗯 设备文件 那我们知道在Linux系统里面的话呢 主要分为普通文件 嗯 是吧 对 然后呢 目录型文件 嗯 还有的话呢 链接型文件 嗯 就是软链接型文件 对 还有block型的设备文件 嗯 还有字符型设备文件 啊 啊 还有什么呢 还有管道类型的文件 嗯 socket的类型的 那个就是网络类型的文件 嗯 这样的总共应该是七种 嗯 嗯 那我们看一下的话 目录文件 嗯 而不是就是 不是目录文件 就是我们的这个block型的 这个block型的设备文件 嗯 所谓的设备文件的话呢 就相当于系统当中 某一个硬件的入口 啊 你一访问这个硬件 就实际上访问到了那个 设备 设备 你要把 嗯 一访问这个硬件 啪 就访问到那个设备了 嗯 也就是说 它像那个黑洞一样 你往这边一走 呜 跑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那个实际的硬件 啊 也就是说 有一些人的话呢 是专门在监听着这个硬件设备文件 当有人经过的时候 他就帮你去处理你的请求 嗯 你访问什么 你怎么样访问 你或者说 你想去看什么 他就帮你去处理 啊 那现在我们平时硬件 硬设备文件的话 你比方说 SDA2 这是一个分区是吧 对 我们看这个分区是怎么储存数据 嗯 我们看一个短的吧 看SDA1吧 嗯 这个可能稍微小点 只有100兆 啊 一二百兆啊 能CAT CAT是查看 嗯 对吧 查看文本文件 如果查看文本文件 password 这个文本文件就显示出来了 对 那如果要是我们去查看什么呢 查看SDA2 啊 查看这个分区了是吧 查看这个分区 这是一个设备文件 不是普通文件 是吧 你看它 它是没有大小的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呃 黑洞 就是你往那 你说黑洞多大 那我也不知道 往那边一过 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对吧 被吸进去了 嗯 吸到哪去了 那是由设备文 这个驱动程序啊 它说了算 所以驱动程序 就是响应啊 有一个驱动程序 趴在这个洞口 嗯 响应着你的CAT的这种请求 嗯 你要吧 那我们看一眼啊 嗯 哎 SDA2没有吗 呃 第一 啊 哎 我真是晕了头了啊 晚上没吃好 嗯 看啊 嗯 你告诉我第一个文件在哪 第二个文件在哪 第三个文件在哪 看不懂 对 看不懂吧 对 所以的话呢 真正的数据 就是这么存储的 啊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 哪个文件放在哪个地方 哪个文件放在哪个地方 嗯 这个真正的 这个文件 就是这么存储 嗯 哟 是坏的 还是怎么样 啊 就是说我刚才的话呢 是CAT第一票的SDA2 它的顺序 它的这个数据的话呢 呃 真正存储的时候 嗯 可能像我们这样画的一段一段 所以它都是0101的数据 啊 这个时候你就要从深入的一点 去考虑这些问题 就是不能去 就是像Windows里面那样的话呢 怎么样 就是说啊 形象的一个文件夹 下面有几个文件 那你这边创建一个文件 你去拿着小刀在那个硬盘上去刻吗 不可能吧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数据啊 肯定是这样存储的 你看啊 嗯 整个的这个分区 在你进行 分区完以后啊 嗯 在分区的最前面 有一些所谓的原数据 什么什么是原数据呢 就是你不能去 就是VI去看到 就是你也不能去怎么样呢 就是说 呃 利用LS命令你能看到啊 嗯 就是你看不到 他没有给你提供这种接口 嗯 但是你通过设备文件 你可以查看前面的这些数据 或者专用的工具 嗯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的话呢 最前面应该是什么呢 PBR 就是分区的引导记录 这是一个分区啊 不是硬盘 分区 分区最前面 PBR 嗯 然后后面的话呢 会有一些分区的这种原数据啊 啊 如果是你分完分区以后的话呢 这个固定的格式就已经存储上了 就是已经有了 嗯 当你分分区的时候 就是当你格式化的时候啊 你分完分区以后要格式化呀 对 格式化的话 比方说啊 makefs.eft3 你以后肯定会遇到这种问题 对吧 那你去格式化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这个分区下去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的特征啊 嗯 每个分区 他的存储方式不一样 那假如说EIT3的分区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这样啊 就是他跟EIT2很像 但是他们有一点区别 嗯 EIT3的分区的话呢 在最前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inode inode表啊 会有很多的inode在里面 会有很多的inode在里面 就是索引几点啊 索引几点啊 这边的这个图形的话 我需要画的再大一点啊 嗯 我这个硬盘画大一点 嗯 我说前面的原数据我们就不管了啊 嗯 那么前面的话呢 如果格式化完了以后的话呢 会有一些就是文件系统的原数据 让文件系统的原数据放在这个位置啊 放完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分区的原数据 就是我们的这个pbr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紧接着的话呢 是inode的这个啊 就是区 inode的区 那我这个圆圈的话呢 就变成什么呢 i节点 inode的区 然后呢 inode下面的话呢 应该是block block是实际上存储数据的啊 但是它的形态未必是这样 它的形态的话 首先是block组成block组啊 这种东西叫做block 要吧 啊 下面是inode的 也就是一个分区的话呢 在格式化完了以后的话呢 如果是ext3或者ext2 它会把一部分的话呢 变成inode 一部分区变成block 嗯 那么inode是干什么呢 inode是做索引用的 那假如说我这个分区是跟 是比如说boot分区啊 假如说我mount在boot下面 boot下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 比如说 b grab目录啊 然后呢 grab目录下会有个grab 点conf文件啊 就是说我这边就写的比较糙啊 就是你记住 boot目录下有个文件夹 然后会有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夹里面文件 那这个文件到底是怎么存储的呢 首先你知道grab 这下写的太恶心了 boot目录下的是吧 嗯 grab当中的grab 点conf 这个文件啊 嗯 这个文件的话呢 存储在 这个文件的话 是存储在我们的这个分区的grab目录下 嗯 我们是把这个分区 mount在boot目录下的 对吧 所以boot目录这个前面的这个目录的话 是可以变的 嗯 那我这个分区是什么呢 DEV下面的SDA2 2是吧 SDA1吧 SDA2是根 SDA1是boot 那SDA1这是我的这个SDA上的第一个分区 这个分区的话呢 如果被mount在boot目录下 那我我这个文件就是boot下的grab当中 grab.com 如果而是我把这个分区 mount在MNT目录下 那就是MNT下的grab当中的grab.com 对吧 所以前面这个路径是无所谓的 嗯 你要吧 前面有它的根 那前面这个根的话呢 呃 我们假如说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名叫根啊 这是它的根 但是它这个根的话呢 并不是这样去表示的 嗯 就是说它的这个 呃 这个 这边有个目录啊 这是类似根的这样的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的话就是它的顶级目录 它的顶级目录下有个名叫什么呢 grab的文件 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的类型是什么呢 是d类型 就是directory类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访问这个目录的 这个目录文件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目录文件的类型 就是是grab啊 名叫grab 然后是目录文件的类型 这个东西的话呢 会直接指向一个inode的节点 这个inode的节点的话呢 会去索引啊 另外一个block 比方说这个block 这个block的话呢 就要叫做grab 这种d类型的目录 这个block 这个block 它的话呢 里面存储什么呢 存储这个目录下面的文件名 然后这个下面文件名 有个叫什么呢 grab.conf 那它所对应的inode是多少呢 比方说100001号 那它所对应的这个目录文件的 就这个目录文件在这 它所包含的一个文件名叫做grab.conf 这个grab.conf对应的是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是个inode号码 然后呢 我们就找到这个1001号的这个inode 然后呢 再由它的话再去索引 比方说两个block 这两个block的话呢 就是我们访问grab下面 访问这个根下面的grab 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文件 grab实际这个文件下面 grab.conf这样的一个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对应的一个inode号码 这个inode号码 我们再根据这个inode号码 再去找到这个实际的文件的内容 所以的话呢 那一切的文件都应该是所有的文件都应该由inode开始索引的 啊 这么一个过程 你清楚吗 嗯 呃 你已经晕了是吧 很正常啊 就是刚才也没有讲好啊 没有讲好 我这样吧 我这样呢 重新来说一下啊 嗯 我刚才是指的是一个实际的文件 嗯 那现在的话呢 假如说我这边的话有一个新的分区 这个分区最前面的话呢 叫做pbr 啊 分区引导记录 分区引导记录 对啊 然后呢 在格式化了以后 就会出现一些文件系统的原数据 嗯 文件系统的原数据记录着这个文件系统的一个整体的信息 嗯 比方他的卷标啊 啊 比方说他的什么什么东西 嗯 如果你听不懂 没有关系啊 那么这个原理的话呢 不懂 但是你已经有一个印象 然后等一下你记录命令就OK了 嗯 你最基本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记录命令 嗯 不用懂原理啊 那这是文件系统的原数据啊 这是 fs 就是file system 嗯 文件系统的什么呢 原数据 啊 文件系统的原数据 所谓原数据就是 不能被ls命令 啊 这些你直接能打开 你vii也打不开 找不到 但是呢 能被特定的程序所读取的 嗯 比方说 我在格式化的时候 那么makefs 他就可以去读取 或者他去操作 对吧 对吧 那这个就是文件系统原数据 那紧接着的话呢 一片区域就是什么呢 所谓的这个i node 啊 所谓的i node 他把这个文件的话 文文区的前面的话呢 放成i node 这种i node的话呢 在整个的这个分区前面 嗯 这个i node的话呢 所对应的 就是说他们会去索引下面的真正存储文件内容的什么呢 block 嗯 对吧 对 i node的话呢 叫做i节点 这些的话呢 都是非常 就是非常让人觉得特别麻烦的东西啊 为什么麻烦的 因为他是编程人员需要考虑的 不需要你用户去考虑 但是呢 你如果不理解 那你就不知道什么是 什么是这个硬链接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恢复的时候要这么麻烦 嗯 你看啊 现在的话呢 我们指一个文件 假如说我这个分区被mount带了什么呢 比方说ABC目录下啊 比方说被mount在了ABC目录下 嗯 然后呢 这个ABC目录下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AAA文件夹 嗯 AA文件夹上有个A.txt文件 嗯 假如说这个文件 你看吧 嗯 这个文件的话呢 我们其实不关心所谓前面的加载点 啊 它mount在哪都没有关系 它mount在tmp目录下 那就是tmp 它mount在mnt目录下 这边就mnt下的a 嗯 tmp目录下 tmp目录下 mnt在etc目录下 就etc下的 哎 嗯 嗯 嗯 那么mount在哪 那么前面的路径都会变 嗯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啊 AAA这是一个文件夹是吧 对 这个文件夹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D类型的文件夹 而这个A.txt的话呢 是一个普通的文件 嗯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里面 就在整个的分区里面 实际上存储的时候 目录型的文件就是一个文件 嗯 它不是一个什么呢 不是一个真正的框框放在那 啊 你千万不要这样的行啊 他就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txt文本文件 嗯 只不过这个啊 名叫AA的这个txt文本文件啊 它是由一个inode 你比如说这个inode号码是什么呢 2001号啊 嗯 2001号 它指向的这个block的话呢 是这个block 嗯 这个block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AA目录下的文件名 和所对你的inode号码啊 比方说这个目录的 这个目录文件里面有一个a.txt是吧 那这里面就会有个什么呢 a.txt的文件名啊 这个名字在这 嗯 只向一个什么呢 比方说3001号 3001号什么呢 i know的 比方说这是3001号 嗯 这个i know的 那么当你访问到这个a.txt的时候 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先要访问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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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件夹 嗯 也就是这个文件啊 就是这个block 这是a.a.a.这个文件夹 嗯 你要吧 由这个inode的2000号 2001号这个inode的所有呢 嗯 我通过这个inode找到了a.a.a.这个文件夹的block 嗯 找到这个block以后的话呢 看到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a.txt的文件名和对应的一个inode号码 嗯 然后呢 我再去根据这个inode号码 找到了这个inode inode 而这个inode的话呢 是一个起始的点 嗯 就是相当于一个什么呢 呃 索引节点 也是一个指针 嗯 然后它指向了什么呢 这边的两个block 你看吧 嗯 这两个block的话呢 这两个block就是所谓的a.txt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嗯 那我想问一下你啊 abc下的a.a.txt这个文件分成了几部分存储 嗯 几部分是吧 嗯 它应该也是不是也存着一个名字 然后 也是 就是这个文件的话分成几部分存储 嗯 一个文件名 你数一下吗 嗯 一个这个 对 一个 这是文件名是吧 对 你说a.txt的文件名是被保存在它的目录文件里面 嗯 就是它上级的目录文件 对 放在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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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目录文件里面 嗯 对吧 然后 有个inode inode 是吧 对 这是第二个部分 对吧 这是这个文件的第二个部分 啊 还有个什么 block block 是吧 嗯 第三个地方 也就是说 1 3 2 3 对吧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在Linux的这个ETR ET3分区里面 文件被分成三部分存储 嗯 一部分是文件名 嗯 一部分是inode 一部分是 实际的内容 实际内容 你会发现啊 inode和block 嗯 inode和block都不存储文件名 啊 文件名只存储在它的目录文件里面 嗯 没有吧 嗯 也就是文件名的话呢 存储在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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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目录文件里面 嗯 那如果是你把这个文件删除掉的时候 就把这个地方一滑 嗯 就是说a.txt 没了 涂掉了 嗯 然后呢 你自然就找不到它所对应的inode 也就自然找不到它所对应的block 嗯 你要吧 所以的话呢 在linux里面如果删除一个文件的话 是挺麻烦的 嗯 是挺麻烦的 你除非知道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目录文件是哪个 然后呢 恰好这个信息啊 虽然说被删除了 嗯 但是呢 并没有被归零 啊 并没有被归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前面加个标记 比方说 呃 比方说加个什么警号啊 假如说加个警号 就表示我这条是作废了 嗯 但是呢 它并没有被完全删除掉 还有a.txt和3001 你要吧 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恢复它 嗯 如果而是你已经 比方说这个文 这个block啊 已经被别人用了 就是说你一旦删除掉它以后 这个inode就说 我已经free了 谁都可以用我 嗯 这个block说 我也解放了 谁都可以用我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那别人的话 都已经可以把数据 往里面去写了 对 所以你的那个同事 如果要是删除掉 这个文件以后 这个地方被别人占了 这个地方也被别人占了 那你肯定恢复不会了 啊 听说吧 嗯 所以的话呢 删除掉文件以后 要进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硬盘啊 停下来 嗯 甚至的话呢 直接断电 啊 或者是怎么样呢 就是立刻的话呢 去止读加改 或者说把它U mount掉 现在 都是就是首先是第一步的 嗯 如果而是不是的话呢 它就会被人复写 嗯 因为你一旦删除掉它 一旦把这条删除掉 那自然的话呢 这一条就被变成什么呢 任何人都可以去占用的 嗯 这个地方也会变成 任何人都可以占用 嗯 明白了吧 可能就是说 讲的那么多 就是大家可能还是 就是说 稀里糊涂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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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inode是吧 下面是block 一般block和inode的默认的比例是多少呢 两个block对应一个inode 当然你一个inode可以索引一个block 这个block还可以索引其他block 就这个文件的话可以变得很大 以前的文件的话 最大是就是EX3以前的版本的话 最大是两G 因为他就是说由block索引一些block 再有一个block再去索引block等等 那这个最大索引的话 就是两G的两Gb的空间 但是现在的话都已经改进了 那这个东西的话 我再给你重新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 inode block i节点和block 是吧 那我现在的话呢 找的是ABC下面的一个什么呢 AA文件加的一个a.txt 对吧 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我这个文件怎么找呢 前面这个路径是加载点 假如说这是一个加载点 那他这个路径会变 你就不用管了 那假如说我现在想找这个文件 我首先要找到AA这个文件加 这个AA这个文件加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目录类型的文件 目录类型的文件 A.txt的话呢 是一个普通的文件 目录型的文件和普通的文件 其实都是这样存储的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AA 他也要在这边占用一个block 假如说这是AA的inode 你看吧 这个inode 所以你到了这个block 看到吗 这个block的话呢 这是比方说是第1001号 这个inode 他所以你的block 比方说是第 比如说2万号 这个block 这个block里面的内容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实际上就是AA AA这个目录型文件 实际上就是他 那这个目录型文件的话呢 里面就有一个名叫什么呢 a.txt的文件名 这个的话呢 所对应的一个inode号码是多少呢 比方说是1002号或者1003号 那么我们在找这个文件的时候 先找他上级的这个AA的这个目录 找到这个AA的目录以后 找这个里面有没有a.txt 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查出他的inode号码多少 假如说这个inode的话呢 是1002号 这个inode 那所以的话呢 我这个时候找到1002号了以后 我看他所影哪个block 他如果所影这个block 那这就是txt a.txt里面的内容 如果他所影两个的话呢 他就是两个地方 如果超出一定程度的话呢 他就所影不过来了 他需要block再去所影 也就是说他可能所影的这个个数 是有一定限制的 那如果要是超出一定限制的话 直接这个block开始所影 那你看这边的话呢 我们成功的找到了AA.txt的文件名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是文件的第一部分 对吧 通过找到文件名以后 知道他的inode号码 于是找到了这个inode 就是文件的第二个部分 你看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去找到了文件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实际的内容 就是block的地方 这个地方 那么123这样过来 于是的话呢 我们这个文件就找到了 嗯 所以的话呢 一个文件应该分成三部分的居住 三部分的居住 而且他们并没有那种包裹的关系 你不要认为文件家是包裹文件 有没有这个包裹关系 没有 他只是一步一步去找 一步一步去找 嗯 你要吧 没有 而且的话呢 还有一点就是文件名 并不存储存在block上 也不会储存在inode上 而是储存在他上级的目录里面 嗯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如果删除掉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是把这个前面可能加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那比方加了个警号 假如说加个警号啊 假如说加个警号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就不存在了 就是你ls就找不到了 嗯 看不到相当于删除掉了 但是呢 它可能还存在在文件 这个目录文件当中 就只不过是一几号开头了 同时的话呢 这个inode被标记成无人使用的状态 啊 block也被标记成无人使用 所以在你知道了删除掉了文件以后 嗯 立刻让它停止进行任何的文件操作 啊 然后呢 把这个硬盘的话呢 止读方式加改 或者压根就什么呢 U mount掉 嗯 避免什么呢 避免别人把这个数据占掉 啊 换句话说的话呢 你如果要是这个硬盘操作过一段时间 这个数据很可能就已经恢复不了 嗯 啊 要么这恢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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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清楚吗 明白了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有点深 嗯 稍微有点深 对吧 你如果要是没有听明白 没关系 啊 没关系 尽量我是希望你明白 嗯 但是呢 多数人第一次接触这个的话 肯定是稀里糊涂 嗯 肯定是稀里糊涂 啊 我们接着再看啊 嗯 那么所以的话呢 你删除掉一个文件以后啊 嗯 那么你最好的话呢 尽快以止读方式挂载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以止读方式加载 或者说呢 不把它U mount掉的话 嗯 嗯 你就 就是说会 就是你有另外一个程序 只要把那个iNode或block一占 你的数据就恢复不回来 啊 嗯 是这样一个结构 明白了吧 然后呢 在Linux系统里面的话呢 没有恢复误删除文件的命令 嗯 你可以从网站上去下载 那现在 呃 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EFT3GLEP 嗯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呢 可以就是说 呃 在你刚刚删除完以后 还是比较容易恢复的 嗯 还是比较容易恢复的 然后呢 再去编译安装 因为它下载过来以后的话呢 它是一个 那个就是原代码的包 嗯 它并不是一个RPM包 操作系统也不带 嗯 那它就没有RPM包 然后呢 它就给你的是C元的文档 啊 让你的话呢 自己去编译 然后呢 呃 创建目录的话 来恢复文件 嗯 那这时候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在一个目录下 操作这个 这些命令 嗯 操作完以后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话呢 就是呃 恢复完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 它会被保存在一个目录里面 嗯 然后你把这个文件的话呢 copy回去 啊 copy到某个目录下 然后呢 如果要是你 为了防止啊 另外这个文件老是被删除 嗯 同时你又不想去备份它 嗯 因为你空间不是有限 对 那你可以给它创建构 就是说硬链接啊 硬链接的话 等一下我再给你解释 好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编研装 这个 就是说这个 呃 这个软件是吧 对 ext3 gr1p啊 嗯 这个目录的话呢 我已经给它下载回来了 ext3 gr1p 是吧 嗯 那我去解开tar xvf z 是吧 嗯 因为它是一个gzip的压缩文件 啊 是一个tar包 是吧 嗯 tarx 就是解开 z的话呢 就是加的是一个gzip的压缩文件 是吧 就把它解开啊 你看到 tar.gz的文件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开 嗯 啊 tar ext3 啊 ext3 gr1p啊 gol 大c 啊 gol大c的话呢 是把它解到某个目录下 嗯 一般我们会把它 就是原代码的话 解到 usr下的src目 嗯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预知性目录结构 啊 就是说你以后再找这个原代码的话 你还能找得到 嗯 啊 我们一般的话呢 要守规矩的 嗯 我们要守规矩的 刚大c的话呢 就是解到哪个目录下 啊 usr下的src目录下 嗯 要不 tar xvfz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包啊 啊 解到那边去 那这边一般情况下 你解的这个包 它本身的话呢 就会有个文件夹 啊 它本身就会有个文件夹 嗯 所以的话你不用担心啊 这个目录下一下多了好多文件啊 不用 它只会有一个名叫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啊 这是一个习惯 嗯 这是在unix世界里面的那个习惯 嗯 就unix linux的版本众多 嗯 我如果给你个rpm包啊 结果你用的是iOS 就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啊 那这时候你怎么解啊 对吧 你连那个你这个rpm这个命令都没有 嗯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在unix世界里面传播软件的话 一般都是把原代码打成一个包给别人 嗯 是这么回事啊 如果你不想泄露你的原代码 那你就把它编译成一个可执行文件 嗯 然后呢 给别人 让别人的话呢 去执行个安装程序 嗯 明白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tar包的话比较流行 嗯 流行完这样起 执行完以后到usr下的src目录下去 啊 呦 有文字 打死 打死 嗯 你看usr下的src目录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到eft3啊 grep 嗯 到这个原代码目录下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文件 一般来说啊 一般来说 呃 这种原代码文件的话 你可以看readme 对啊 也看里面的install啊 install都可以 那我们看到的话呢 这种文件啊 一般都会有个configure configure 嗯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啊 点杠 configure 嗯啊 你后面的话呢 可以加上一个要安装的目录 那么我们通常就要把后来我们自己安装的这种边缘安装的软件 嗯 放在什么呢 就用prefix 嗯 这个是固定的格式 你就这样写就好了 嗯 杠杠prefix 等于usr下的local下面的 像是ext3 grep 嗯 明白吧 这样的话就是说 点杠config的一般后面的话呢 都是可以跟一个杠杠prefix指定一个目录 表示我将要把这个文件啊 装在哪去啊 你可以先不要问为什么要执行点杠configure 嗯 这种原代码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去执行 我如果要是你以后再遇到这种安装情况的话 我会给你详细的解释 嗯 好吧 好的 那我这样的回车啊 这时候呢 他开始进行边缘安装啊 他先去点杠configure 就是检查一下系统的这种就是需要的东西存不存在啊 嗯 如果要是 那当然了你gcc要装上去 对 你可以这样的 rpm-qa啊 grep gcc 如果gcc没有装 你就把gcc装一下 嗯 因为我现在给你的任务还是比较复杂的 嗯 还是比较复杂 啊 那现在的话呢 呃 我这边的话呢 点杠configure 完以后 那么自然就是什么呢 make啊 刚才执行完这个嘛 嗯 对吧 对 然后呢 执行什么呢 make啊 make的话呢 就真正开始编译了 点杠configure的话呢 是根据我当前的系统 把这个c元的这个这个相关的工具啊 做好 嗯 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好像是有点问题 就我能不能查看一下 就他也没有弹出那个成功 能不能看一下 嗯 那eco dollar问号 啊 应该是成功了 嗯 我看一下 他说c++扁的 你看用g++ 嗯 warning 这边应该是错误的 但是这个warning的话呢 倒不一定会真正去错啊 嗯 warning的话呢 不一定真正错 那我这样的make啊 install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眼啊 嗯 eco dollar问号是看上一条命令是否成功执行 如果0的话就表示是成功的 如果是0之外的其他数值 比方1 2 4 8 什么的话呢 他全都是就是各种错误 不同类型的错误 嗯 那我们再到eosr下到local下面 看有没有ext ext3 grep 那这个目录存在了 是吧 对 到这个里面去看一眼 然后有个bing 是吧 啊 ls bing目录 那只有这样一个文件 嗯 只有这个文件 那其实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刚才所谓的元代码 全部都copy到这一个目录里面 是吧 嗯 全部都copy到这一个目录 但是呢 这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其实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什么呢 bing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copy到真正的根下面的bing下去 嗯 如果这是所有人都要去执行 嗯 是 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我再重新刚才叙述一下 嗯 就是咱们的话呢 编译安装 咱们这个分两段啊 画分两头啊 就是说这个说评书呢 这种tar包 什么叫tar包呢 就是tar.gz的包 嗯 或者什么呢 tar.bz2的包啊 这种包的话呢 一般都是把很多个c元的文档给他打包在一起 啊 那像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从网站上去下啊 像什么ext3 grep 这个包 你说我从哪去下 对 google一下 啊 就在google的网站上的话 你这样一搜索的话 你就能搜索到他的这个 啊 这个就是所在的目录啊 嗯 你刚才说我先的话呢 我不管那么多 我先把这个被误删除的这个分区啊 就是我删除一个文件了 我把这个分区的话呢 先给他什么 umount叫 嗯 或者是去止读加载 mount-o remount 斗号ro 呃 ro的话是表示止读加载 啊 你比如说这个 你原来这个数据的话是放在 data下面是吧 那么把它止读加载 默认情况是读写加载 啊 你这样mount-o 加上一个remount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已经加载的文件 嗯 就是一个目录 或者是一个分区啊 嗯 我我们一般的话不是这样吗 对吧 对 我现在假如说已经把sda5加载到data下面了 嗯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想重新加载并且以止读的方式加载 嗯 那边加上一个-o ro 嗯 这样的方式 那么-o ro 就是 你已经加载的这个分区 然后呢 必须得要加remount这个参数 啊 然后呢remount的时候 加上个- 那就是ro 相当于什么呢 我要止读去加载 嗯 也就是说上面的话呢 其实省略掉了什么呢 -o rw 啊 省略掉了-o rw 但是这个选项实际上是有的 嗯 明白吧 明白 那这样的话呢 你加载过的这个分区的话呢 你就要这样的-o ro 止读帮助加载啊 当然这是以前去执行的那里 明白吧 嗯 明白 那么加载完了以后 以指数方式去加载完了以后呢 你才去放心去做别的 嗯 千万别 你自己在那边 哦 这个ext3我去下载啊 嗯 然后我在这个网站上下载 对 然后google自己的这个人代码网站上下载 下载完了以后 然后呢 把它解开 然后编研装半天 这些文件就把你刚才删的文件 全都替换掉了 对吧 对 看到我画那个图啊 嗯 那这个东西你现在的话呢 把这个A点txt删除掉了 对 我就担心这个inode和这个 这点block的话被别人占用掉 嗯 你还下载下来一个文件又把它解开 都是在这个目录下操作 嗯 都是在这个分区下去操作 那可不把这个数据全都毁掉 是是吧 恢复回来的话呢 也是一串什么呢 乱七八糟纸 比方说你这个文件啊 是一个美女的图片 嗯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些数据是一个人的眼睛 嗯 非常漂亮的一个美女的长睫毛的大眼睛 是吧 这个block里面的数据就是做这个的 嗯 结果的话呢 你把那个c元的文件download下来 一解开啊 全都是c文档 那这个地方 别说眼睛了 是吧 看到稀里糊涂一大堆ask嘛 嗯 那这时候你说你的眼睛长成什么样子 恢复回来也是错的数据 所以的话呢 你千万不能在这个原有的目录下去操作 嗯 所以要先怎么样呢 先把这个U-mount掉 嗯 或者说直读加载 嗯 如果你就是跟分区的话 那这种情况也很多是吧 嗯 对 就是跟分区的话 那我建议你怎么样呢 你最好的话呢 立刻把机器就停掉 就不要再再去 不要再去碰它了 嗯 你要吧 就是你关机或者是直接断电啊 把这个就是不要让这个分区的话再有毒血 嗯 不要傻乎乎的又去重启啊 或者怎么样 你重启一次 可能要创建一些临时文件 嗯 原来数据就 那个就是全部都断掉了 是吧 就是全部都覆盖掉 所以的话呢 最好如果跟的话呢 你就直接把它断掉 然后在另外一台机器上呢 开始编译安装 EFT3 JREP 嗯 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候啊 你从这个网站上下载 然后呢 再就是保证你原来的数据安全了以后 是吧 对吧 对啊 然后呢 再去下载这个原代码 下载这个原代码 你看这边 你就是 人家已经0.10.2了 对 那我们下载是0.6点 是吧 然后呢 但是都还针对EFT3的话呢 还都还可以用 但H16的EFT4分区的话呢 就够强 嗯 因为它是针对EFT3分区 或者EFT2分区 啊 呃 然后呢 解开了以后 点杠config 你说我说这种tar.gz的报就解开它 是吧 对 呃 tar.xvfz是吧 他这边没有v 没有v的话就是过程不可见 嗯 能有错的话呢 可能就不行 然后cd到某个目录下去 对啊 就解开的那个目录下 点杠config 这个make make install 嗯 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一个文件 啊 就是ext grep 3grep 嗯 当然装的时候的话呢 需要有 E2FS progress progress-labs 嗯 啊 还有就是 E2FS progress-labs-devil 是吧 嗯 对 这样两个包啊 都要存在 也就是说 我看一眼啊 这两个包应该是有的 就是你在编译安装的时候 -qe 嗯 grep E2FS 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啊 progress-devil 对 -labs 是吧 嗯 还有E2F progress 嗯 那么这这两个包的话呢 就是上面一个包和下面一个包都必须要有 这个包肯定是有的 嗯 你最好把这两个包都装进去 嗯 然后编译点杠config的时候 才不会有问题 嗯 点杠config 它不会有问题 啊 点杠config 完了以后 make make install 啊 那你就去 如果要是你看这边make的话呢 我没有指定杠杠 prefix 嗯 你找起那个文件来可能就费点劲 啊 你也不知道他装的哪去了 啊 那么我这边加上一个什么呢 杠杠 prefix 是吧 嗯 然后等于比如说 EOS而下的local下面的ext3 啊 这样一句是吧 这样一句 嗯 嗯 他老师自动的给我把那个两杠去掉啊 嗯 如果加上这个的话 那你就知道装在这个目录下了 嗯 一旦make install完了以后就在这个目录下就找就好了 嗯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在这个目录下只有一个并 对 目录 并目录下只有一个文件 嗯 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代码最后生成的就是一个文件 嗯 就是en t3 grep 嗯 对吧 对 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啊 刚才是不是这样的啊 先去rpm 这样的看一下 然后呢再去 点个config是吧 嗯 然后再去 make 是吧 嗯 然后再去 make install make install 然后呢 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到这个目录下去了 嗯 对吧 对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的是一个 嗯 就这个文件 对 我这边都config加c啊 我并没有执行啊 所以的话 你可能觉得我这边切换目录以后 这还是ex3grep 嗯 那么在这个目录下的话呢 会有一个ex3grep的文件 是吧 你把这个文件的话呢 copy一下啊 copy这个文件到哪去呢 到bin目录下 那这样的话以后你就直接执行ex3 grep 就会了 嗯 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涉及到安装软件安装 嗯 因为你能搞定这些东西 你已经是高手了 嗯 啊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 啊 这就是高手了 嗯 但是很多人的话呢 到现在他可能也未必会 会用ex3grep 可能是他没有这样的需求 嗯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就是说 确实不太容易 嗯 不太容易 你不会 你不要觉得就是说 啊 每一个软件这么麻烦 是吧 嗯 那这东西的话是你实际的一个需求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要是你提出任何问题 我都能解决 那我不是高手是什么 嗯 所以的话呢 你如果要是能把这些招数都学会 那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高手 嗯 对吧 对 好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用一下这个 我回到自己主目下 我用一下 ext3grep 嗯 这个命令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啊 刚刚help 啊 你可以看一眼啊 我这边就在另外一边的话呢 去 给大家看一下了 ext3grep啊 刚刚help 他有很多的这个命令啊 因为我们这个放的太大了 所以的话 他有很多的这个帮助 嗯 很多帮助 比如restorefail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的话呢 现在 假如说 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操作 嗯 嗯 你看我现在的sda2啊 架在他 架在的根下面 是吧 那现在假如说我去删除掉某个文件 比如说我copy一个嗯 rm啊 shack.sh 啊 然后呢 我假如说把它删除掉了 是吧 然后呢 mont 啊 mont 杠欧啊 那么这是根 对啊 所以的话呢 很可能不成 嗯 因为有很多程序 现在正在读写着印象上的文件 对 你让他以止读方式加载 那这个未必成啊 嗯 我现在的话呢 重新加载根 以止读的方式加载 read only的方式 那说说biz 啊 所以根的话呢 就会有这种问题 嗯 一旦发现你误删除了 最好就是怎么样呢 赶快关机 啊 然后呢 用另外一台机器 来装ext3GREP 嗯 然后呢 装好以后再把你这个硬盘 挂在到那边去 然后来恢复 啊 要不 现在就是这种问题 嗯 但这种问题 就是有个问题 就是我关机的时候 我那个系统 会不会写一些日志 把我的那个文件给我删来 我给他删的 那很可能啊 所以尽量的话就直接断电啊 你要是如果那个文件的话 特别紧急 你就直接断电啊 明白了吧 嗯 嗯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删除掉那个文件 我看一下能不能恢复回来 嗯 我看一眼 ext3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加上一个第一部下的 这是SDA 这是SDA SDA2 是吧 这个分区 然后呢 杠杠 restore restore fail 是吧 嗯 中杠是吧 嗯 restore fail 然后呢 恢复的文件叫做 在root目录下 是吧 有个shack.sh 啊 你看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个root目录 这个前面就不加根 嗯 我不加根 你为什么不加根呢 因为你要知道 你针对的是SDA2 这个分区操作是吧 嗯 这个分区加载到哪个地方 你也不清楚 啊 对 是吧 你也不清楚 嗯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一般的话呢 就是 这个分区下的 某个目录啊 那你前面也不要加根 嗯 要吧 要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恢复啊 嗯 我这样一回车啊 他的话呢 这边扫盘的时间可能就比较长 嗯 但是呢 未必能成功啊 未必能成功 你看 呃 这边的话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错误 嗯 对 呃 如果是你没有去止读加载的话呢 可能会有 但是当你这样操作完了以后啊 嗯 你再去LS看一眼 嗯 还是没有啊 嗯 我看了 还是 还是没有出来 嗯 就是说我们刚才的话呢 没有把它止读去加载 或者没有把它U-mount掉 嗯 那它肯定不行 嗯 为什么不能把它U-mount掉呢 因为你现在是根呢 对啊 根本区 你U-mount掉 所有的文件不是都找不到了吗 对 连EX3GLEP都没有了 对 是吧 所以的话呢 你现在的话呢 办法就是把它关掉 然后在另外一台机箱把它U-mount上去 嗯 然后呢 用EX3GLEP把它恢复出来 啊 只有这样 嗯 啊 那我现在的话呢 不想那么麻烦了 嗯 就是我想告诉你这个 就是说这个操作方式 嗯 那么我们就对boot分区来操作一下好了 啊 好吧 你看啊 现在的话呢 我们cd到boot分区下去 对吧 我们看到有很多文件 是不是啊 RM啊 RITRD 帅哥 我把原来我自己创建的一个文件删除掉 要吧 嗯 那现在的话 我可以U-mount掉boot分区啊 呦 我自己在桥上怎么能去 拆桥 对拆桥 嗯 我先cd到根下 然后U-mount掉它 U-mount掉它以后的话呢 这是SDA1 是吧 嗯 那我用EXT3 我先创建个目录 我要找到一个工作的目录 然后说AA这个目录 AA目录存在 ABC目录 ABC目录也存在 我到AA目录下去 对面没有文件是吧 那用EXT3 那用EXT3 GREP 嗯 EXT3 GREP 然后DEV下的 SDA1 SDA1 是吧 Boot分区 对 然后呢 是刚才删除的文件是根下的什么呢 I-T-R-D SDA1 Image 是吧 然后我们这样的恢复 对对对 我这单都晕了 老师 放这种低级错误 你看他在查找 是吧 嗯 这个过程的话呢 因为我没有输入什么 那他实际上就放在那个分区的根下 嗯 我们看一眼 是不是当时 那个文件是 你看我这样操作完了以后啊 这边会有几个文件出来 嗯 一个Stage1 一个Stage2 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命名的 嗯 他就是把搜索到以后的这个结果 就搜索到删除的文件的那个结果 放在这两个文件里面 嗯 然后呢 如果要是你这个文件恢复回来的话 会放在这个目录像 啊 我们看下这个目录像有没有 嗯 没有恢复出来 嗯 对吧 那可能是搜索的 就是说有问题 是下滑线 是 那遇到我这样问题的时候 我也忘了到底是哪个了 是吧 那么我们有参数啊 你就刚刚help就可以看得到 就这个参数的话呢 可以加上一个 呃 这样的 就是说 dump names 就是说你可以找到这个删除掉的文件 啊 把它输出到某个文件 文本文件里面 然后你去查找它 啊 啊 我们看一下啊 咦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文件叫什么名字 itrd-shack.image 对吧 嗯 那是对的 但是我加个s 满配置就可以看一下啊 restorefile 刚刚restorefile 你应该是不需要的 我这样的话就是只读加载sda 加载到我的目录像 我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还是不行 没有找到 嗯 ntxt 它是列出所有的文件 不管删除没有删除的 嗯 restorefile 因为它的话呢 在编译的时候 它只有这样一个文件 所以 应该没有manpage 是吧 刚刚还有我们看一眼吧 那边是pass 必须是一个恢复的时候 必须是一个就是路径啊 这个路径的话呢 必须是去掉根的 必须是去掉根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可以根据杠杠 dump name 然后看到这个路径 然后把它恢复出来 我们当前的话呢 确实是 嗯 看不到啊 就是没有恢复成功 是吧 嗯 眼砸了 这真是生气啊 我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招 就是我可以把所有删除掉的文件恢复 都恢复回来 嗯 restore 杠杠杠 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我删除我删除掉以后的话 那个呃 就路径是在顶级目录啊 导致的这个原因 嗯 那我先全部都恢复一下 我看一下嗯 好吧 我把这个分区下所有的已经删除掉的文件全部都恢复回来 嗯 我们看一眼 啊 哎呀 还是没有恢复回来 哎这都是删除掉的 看一眼啊 嗯 好看来 彻底眼砸了啊 恢复不回来了 嗯 但是呢我们刚才演示了几个命令啊 嗯 就是一个是restore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restore fail 嗯 那大家看就是我们删除这个文件的话呢 确实恢复不回来 嗯 那就是说本来的这个删除机制 啊 本来这个删除机制 嗯 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呃 这个指针什么的话呢 可能确实是不存在 嗯 那他可能会去查找我们的这个ext3的这种 日志啊 因为ext3 比起ext2来就是多了一个journal功能 嗯 所以journal的话就是 日志功能 就是他可能会 你删除掉这个文件的时候 他会去查 删除掉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一块 那么是操作的是哪一个inode等等 嗯 他可能是查这个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 他确实没有恢复回来 嗯 确实没有恢复了 如果要是你像我一样的话 把一个系统文件删除 因为这个文件 我知道是我创建的 嗯 你看什么什么刚shack 对 那我就删就删了 嗯 结果你把kernel直接删掉 那你就冲撞了 哈哈哈 实在不好 就是大家千万别学我啊 用这个系统文件来乱搞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嗯 好吧 嗯 再来看一下mont 啊 -o remount 是吧 多号rw 把boot dv下面的sdae mount在boot目录下 嗯 然后呢我再cd到boot目录下去 然后呢我去怎么样呢 嗯 创建文件夹啊 我我这回的话呢 做一个文件夹出来 嗯 比如说test 文件夹啊 cd到test文件夹里面去 然后呢 copy 上级目录的 嗯 vm 就是我们内核文件 copy到我们的test 当前的目录的点啊 当前目录的 啊 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吧 嗯 对 嗯 这样的啊 嗯 叫做vmlnuz-shack 我是copy啊 没有move 没有删除啊 那现在创建完了以后的话呢 嗯 我去rm删除掉 这个文件 嗯 删除掉这个文件 删除掉了以后的话呢 删除掉了以后的话呢 删除掉了以后呢 cd到根 unvmounce掉啊 或者这样的 或者是指揄加载 对吧 7 往这边变成什么呢 有时候这个已经在加载状态的话 我就把它RO指数去下载 那直接回车 指数加载完了以后 我们再去看ext3grep 你看我刚才的话 这个sda1被mount在boot目录下 是吧 我输入它的路径的时候 我不能输入boot下面的什么呢 某个目录 我们要输入什么呢 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 已经是被加载到boot目录下 那我刚才创建的是test 是吧 对 dv下的sda1 然后呢 -restore file 是吧 test下面的什么呢 test下面的 vmrnuz 是吧 -strek 对吧 我现在这样的回复 他去查找 他去找这些 还找不到 还有可能是什么 这个我现在是在根下面 他在根下面创建了这个文件 其实的话应该把 不要再能进行 - 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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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很清楚,不能发现inodeMember 就是inode号码,所以他恢复不了 Visdae看一下 他确实没有找到 对啊,这个好像是咱们 他这个操作好像有点问题 编译安装的时候有点问题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也没折了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新的分区 Fdisk.L,可以查看所有的分区 是吧,有sda1,sda3 我们看Fdisk 以下的sda 创建一个扩展分区 从这个开始到这个组结束 创建分区的话 大家就是如果你以后的话呢 去创建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 我反正现在要创建分区出来 嗯 加上一个500帐 然后呢,w写入 然后呢,输入一个partproby 我现在的话呢 要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分 就是我新创的分区可不可行 如果还不可行 那大家有可能就是我刚才编译安装的时候有问题 嗯,但是呢 这个工具大家也看到了 不怎么靠谱 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靠谱的话 就是系统给你提供的功能 嗯,那如果要是那么靠谱的话 成乱系也不可能丢照片 嗯,是吧 就是他总是觉得这个是系统 没有提供的功能 应该就应该就不成 结果人家用个工具 给他恢复回来了 但这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可以恢复 啊,对吧 嗯,就我是又在给自己的书 失误找这个借口啊 大家请大家原谅 但是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恢复文件的话呢 肯定是不可能百分之百 嗯,会恢复的 你在windows下用图形工具也是一样 嗯,对 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有个fdisk 我们看一下 那sda5出来了 是吧 sda5 然后makefs.ext3 是吧 低于下的sda5 那千万不要再眼砸了 再眼砸了 真的是丢脸丢人丢大了 啊 然后我刚才格式化了 sda5 是吧 mount DEV下的sda5 啊 r716肯定不行 r716 如果你是ext3 ext4分区的话 那肯定就不行了 嗯,好 mount在 比如说我的某个目录下 ABC目录下 嗯 然后呢 cd到ABC ABC目录下去 我们复制一个帕莫尔的关系 马上咖啡过来啊 嗯 下面有很多文件 是吧 嗯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VMLNJZ这个文件删除掉 好吧 嗯 删除掉 然后呢 cd到根下面去 umount abc 或者说 只读 呃 就是只读加带 因为刚才只读加带 我已经试过一遍了 所以我这回umount 嗯 然后呢 我cd到aa目录下去 啊 根下面的a目录下去 就是我操作目录 嗯 ext3 啊 grep 如果还不成的话 我就怀疑我编译的时候 是不是那些warning 是吧 警告 是不是会导致我这个操作不成功 就我编译安装的时候 这个软件可能就已经坏了 嗯 啊 那么 DV下的sda 是吧 刚才是在sda5下面 嗯 就我这个abc目录的话 是在abc 那个sda5下 嗯 然后呢 杠杠 啊 restore 那个a下 现在还有文件吗 没有了 我刚删掉了 啊 restorefail 啊 然后呢vm 我把这个 把它拧接过来是吧 然后这样的恢复 嗯 我看一下这回的话呢 还成不成 它这时候会把那个分区全部都搜索一遍 所以的话呢 速度稍微慢一些 如果你要是500g或者说几百g的空间那就更慢了 嗯 要搜索很久 这个方法的话呢 肯定不是个标准方法 嗯 我们一般的话呢 在 vinux下或者unix下删除掉一个文件 很难把它恢复 嗯 除非是你刚刚删除掉 嗯 你刚刚删除掉 然后呢又把它 就在没有 没有人替换掉它的情况下 能不能恢复 嗯 同时的话 那个文件系统的话呢 它要么能从文件名那个地方找到iNode号 要么是从journal 就是那个日志里面找到这个iNode号 就是它原来操 操作过的那个地方的话呢 找到iNode号 嗯 嗯 我们刚恢复了很长时间 嗯 哎 找回来了 嗯 是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找到哪了呢 在当前的目录下 是吧 嗯 cd.restorefiles 嗯 在在这里面 你看这个文件回来了 啊 它也不会给你恢复到那个分区下去 嗯 它给你恢复到当前的这个目录下 啊 当前的这个目录下的restorefiles 这个文件 嗯 那可能是我们的boot分区 是不是在最开始操作的时候 我们少操作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或者说我们去格式化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啊 就是他对boot分区就是不满意 还是怎么样啊 我们看操作boot分区下 两个文件都不成 嗯 那我后来创建了一个分区 然后的话把文件在里面操作 啊 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呢 这个也可能是碰运气出来 那你以后恢复文件的话呢 你也把它当成是碰运气 嗯 因为很可能你删除掉的文件就真正丢了 啊 如果删除掉文件随便可以恢复回来 那陈冠西他就不会什么的犯这种错误 他就知道啊 大家都能恢复文件嘛 所以当时的话呢 别人的话拿另外一款软件 在windows底下去用这种方式去搜索所有的 比如说这个痕迹的时候 就是删除掉文件 以后没有把它粉碎掉 就没有把它替换掉的这个痕迹的时候 那么他就把这个照片恢复回来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个硬盘上如果要比较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用什么文件粉碎机把它粉碎掉 嗯 或者是说什么呢 copy 特别大的数据 嗯 然后copy了几G的这个数据 嗯 copy过来 然后又删除掉 那你就把原来的那个就是那些block和ino的 全部都清了一遍啊 清了一遍以后 他再要怎么恢复 那个数据 都是你后最后一遍写的那些数据 嗯 对吧 因为0101的话都是一些二进制 嗯 我0101的数据 我重新的话去写它一遍 你即使找到了那个block号码 但是我已经重新写过一遍 那你本来是美女图片 变成了一串什么呢 很无聊的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比较安全 嗯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啊 EFT3 啊 EFT3 GREP 它的功能的话呢 确实 就是说 不是那么的好用 嗯 有的情况下总是不行啊 所以你不要记 也就是不要寄予希望太大 嗯 我们再从头的话呢 来看一眼 嗯 当你编译完 编译下载完以后 是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这要把这个英望的调 或者说只读加载 是吧 让这个分区再没有人的话 去重新去写入了 然后再去怎么样呢 从网站上去下载 嗯 那么网上的话你可以搜 搜下来的话呢 都是原代码 嗯 原代码的话呢 要进行什么呢 编译安装 你如果想知道它编译完以后 有些什么东西的话 嗯 那你可以 给它指定个目录 要不然你make install 完了以后 你也不知道它copy到哪去 对对对 你还要满世界去找 用fine的命令去查找 嗯 所以的话呢最好就是说 刚刚prefix以后 你到这个目录下去找 嗯 找来找去的话呢 在这个目录下 只有一个bing文件夹 嗯 里面只有一个文件 我就把这个文件copy到 根下的bing下去了 嗯 这样的话呢 我直接执行EFT3GREP 那我就不用输入路径了 不用输入这么长一串路径 对吧 嗯 然后在执行完以后的话呢 在编译安装之前的话呢 你应该把ERFSGREP 什么这个Labs 嗯 把这个相关的酷 还有的话 那个GunDevil的那个包 全部都装上去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在编译安装的时候 就不会有问题 嗯 就是它不会出现错误了 那编译安装完了以后 你用这个 呃 点个 EFT3GREP 或者你如果copy到bing目录下 就是跟bing下了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执行 就可以不要这个了 嗯 就可以直接执行什么呢 EFT3GREP 如果已经copy到bing目录下的话 那首先的话呢 加上一个你要恢复的那个分区 分区 然后呢输入那个分区下的目录 嗯 不要从根开始 根开始的话呢 就麻烦 啊 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数是会变的 嗯 假如说现在我把DV下的SDA 5Mont在什么呢 MNT目录下 嗯 那刚才删除掉的那个文件 就是在哪呢 就变成了MNTR的 呃 是什么 诶诶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忘了 哦 我就是在根下面是吧 嗯 如果要是我把DV下的SDA5Mont在MNT下 嗯 那我刚才那个文件的话就是 嗯 就这样 对 那如果要是我把那个 呃 就是我是把这个DV下面的SDA5Mont在什么呢 ABC目录下 嗯 那我就会变成什么呢 ABC下的VMLNUZ 所以这个路径是错位的 嗯 错错误的 就是错误的 嗯 你把它加载到哪 加载到哪个目录下 那这个文件的话就会变到 哪个目录下 嗯 甚至的话呢 你这样的 假如说MontDV下面的SDA5啊 啊 Mont在什么呢 Mont在比方说 啊 Media下面 Media下的什么呢 USB 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个 刚才删除掉的那个文件就是什么 Media 下的USB下的什么呢 这个VMLNUZ 嗯 什么什么的文件 对吧 所以这个前面的路径 你Mont在哪 都是 都是活动的 所以啊 通过这种方式 你肯定找不到文件 嗯 所以你一定是什么呢 Restore的时候啊 就是你Restore的时候 你去EFT3 GREP 啊 这个目录的时候 RestoreFile的时候 一定这个路径 是它的那个分区上的第一级目录 啊 就这个分区上的第一级目录 而不是把这个分区Mont在哪了以后 完整的路径啊 是你把它Mont在哪 啊 Mont在哪个地方 那么一直不变的那个路径 就是这个分区本身的那个目录 而不是你把它Mont在某个目录下那个前缀 啊 就直接从那个分区的 分区的目录 分区的目录开始 分区的目录开始 分区的第一级目录 分区的第二级目录 分区第三级目录 分区第三级目录 分区第四级目录 这样一级往下走 而不要从他加载的那个目录开始 就是我们把它加载的目录 丢掉 嗯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绕绕一点的这个地方 那么希望你注意 嗯 嗯 如果而是你现在的话呢 去 就是说去这个恢复的时候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那第一次去执行的时候 的话呢 他就会 生成这样的三个文件 一个文件加 然后两个stage文件 嗯 他会把你这个目录下搜索到的 这个删除掉的文件 全部都放在这里面 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嗯 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如果而是你就想生成这个文件的话 也也就是你也忘掉这个文件叫什么名字 或者这些文件叫什么名字 你也可以去执行这个 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啊 就是dump names 就是说把删除掉的所有的文件 全部都保存在文件名 全部都保存在file name.txt这个文件里面 啊 进入吧 嗯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查看这个文件 看里面哪个文件是你想要的文件 然后你再把它恢复回来 啊 也就是说当这个路径啊 这个路径假如说你刚才还是没明白 我给你举了这么多例子 你还是不明白的时候 嗯 啊 这个路径还应该添什么的时候 那你就有个简单的办法了 你用这个命令 用这个命令 然后这边是a.txt啊 这边是a.txt或者file name.txt 你就打开这个文件 看里面哪个文件是你需要的 他那个路径怎么写 你在这个地方 就怎么写啊 这是个简单的办法 嗯 没有吧 那其实的话呢 eap3 grep的话呢 它的功能还是很多的 嗯 就是你像刚才啊 我这个文件啊 我确实是找不到了 就比方说我删除了两个文件都找到了 对吧 我还能通过这个文件的前面那个字字节 就是只要我知道那个前面字节是什么 你要是一个文本文件 头字母的话叫shack 嗯 那我就可以搜索那个block block文件当中包含着shack字样的 然后全部都 显示出来 嗯 那你看ext3grep 它的功能的话呢 比如说search 啊start 以什么特征字符开始的 那么 不是什么什么开始 就是包含着什么特征字符的 这个啊 这个block啊 把它恢复回来 它这边是直接把block恢复回来 嗯 但你恢复回来的block 未必是一个完整文件 啊 清楚吧 嗯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涉及到的东西就比较难了 嗯 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恢复 像真正去恢复文件的人 他也不少赚 所以你的文件是比较重要的时候 帮你恢复一个数据库 那你花个几万块钱 几十万块钱 那也很正常 啊 对吧 像咱们旁边的大厦里面的话呢 就有 嗯 原来的话呢 很久以前啊 2003年的时候有个学生啊 有一次的话到咱们旁边来 我说你干嘛来 抱着服务器恢复数据 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的服务器的话呢 没有没有备份 嗯 是别人的话他接手的 所以的话呢 那个时候也是挺痛苦的 嗯 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样几个操作方式 嗯 那么当然了 你如果想恢复所有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啊 恢复所有的 那就是restore 嗯 到all 那就把所有的 这个目录 这个文 这个分区下删除的文件 全部都恢复出来 啊 这就是几种用法 嗯 刚才那个路径 就是那个路径的问题 如果要是你明白 Mount 这个命令 嗯 那你就很能很清楚了 啊 如果要是你不明白那个路径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就再回忆一下 我跟你讲过的 Windows 是两棵树 嗯 是吧 两棵树 而Unix 是一棵树 你要把这棵树 就把第二棵树 夹接在第一棵树上 那你夹接到哪都可以 啊 那只不过他的那个 点的话就变了 你夹接到第一个位置 那他就是要把第一棵树的前面那个路径 然后再加后面的这个第二棵树的这个路径 找到这个真正的文件 嗯 你换个位置 那他的前面的路径就变了 回忆一下我原来说的两棵树 和Unix的单棵树 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吧 好的 那这就是ET3GREP 嗯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 就是你再给我演示一下那个硬连接 怎么创建吧 硬连接实际上很简单 我本来是想跟你再去 就是 就是着重的去介绍一下 硬连接你要想创创建 比方说现在的话呢 你这个文件已经恢复回来 对 啊 这个文件的话你已经恢复回来 在这儿是吧 那你先把它copy到某个目录下去 啊 比方说这个文件的话呢 比方说啊 它是在 比方说 啊 AA目录下啊 比方说在AA目录下 嗯 那我为了避免这个文件再次删除的话 LN 然后呢 LN的话呢 它就可以创建一连接 又可以创建软连接 嗯 那我先去指定这个文件啊 比方VM LNUZ 然后呢 我在同一个分区下的另外一个地方 嗯 再给它创建一个文件名 那也就是你删除掉这个文件以后的话呢 另外那个文件名还能找到这个文件啊 你比方说我这样的啊 我去 在 同一个 我现在AA的话呢 是在跟分区下 是吧 那我在 Root目录下 再创建一个叫做VM LNUZ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用LN命令的话呢 是一个硬连接 没有加-S 加-S的话是软连接啊 我这边的话呢 加-E 硬连接啊 就是我 我先这个命令的话 我先不执行 我现在另外一边的话呢 给你看一下这个文件 LS-L VM 这个文件啊 你看得很清楚是吧 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总共多大呢 呦这个文件好像有点问题 这个EXT3 GREP的话呢 恢复的文件啊 很小 这文件即可恢复回来 但是是错的 你看 所以EXT3 GREP的话是不靠谱的 嗯 这个文件实际的这个文件的话 我COP的原文件的话 是在这个地方 至少是 比它大好多倍 啊 所以恢复的这个文件的话 是不靠谱的 你要吧 嗯 就是EXT3 GREP的话呢 大家 当成是个救命道槽好了 嗯 如果要是你丢了 那就真丢了 啊 好吧 然后呢你可以去抱着机器 然后找编程高手给你恢复回来 啊 但是呢你就是熟悉这个硬盘结构的 高手给你恢复回来 嗯 但是呢EXT3 GREP你就当成是一个 就是 嗯 碰碰碰运气的东西吧 嗯 好吧 那我先不管那个就是EXT3 GREP它的功能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它是不太靠谱的一个东西啊 嗯 但是呢能给你找到东西也已经不错了 嗯 以前的话在UNIX Linux里面 我的感觉就是你恢复不了 啊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在这个地方是吧 对 那它在这儿 你仔细看一眼 我现在的话呢 做一个硬连接 我在root目录下 做了一个VMLNUZ 我或者叫做什么呢 随便叫做什么文件啊 比如backup 随便叫啊 我这样一回车 做完硬连接了是吧 做硬连接 然后呢我再去 你看到这两个 这这个有有哪一点不同啊 做完硬连接以后 和做完和做硬连接之前有什么不同 有一个1好像变成2了 啊 这儿的1变成2了是吧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嗯 就是说inode里面的一个数据 就是link数 你用state命令可以看inode的信息 啊 你用state命令 那其实这边有个links 啊 所谓的links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你看啊 我现在比方说 在ABC目录下有个AA目录 是吧 有个A.txt 那A.txt的话呢 是通过 这儿 这个A.txt指向一个1002 这样的一个inode 是吧 嗯 这样的一个文件名指向了这个inode 然后呢 再由这个inode 所以你到block上去 啊 对吧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有一个文件名指向这个inode 有一个文件名指向这个inode 所以它的link数是1 嗯 默认这个link数就为1 啊 明白 嗯 那假如说我在另外一个目录 比方说这个目录的话呢 叫做什么呢 B B B目录 这个目录的话呢 目录名叫做B.txt 是吧 也指向什么呢 1002 这样的一个inode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两个文件名指向了同一个inode 对 那这个inode 就是说我在BBB这个目录下 和AA 和ABC这个目录下 就ABC的这个AA目录下 就在AA目录下 和BBB目录下 同时啊 都有一个是 BB目录下叫做B.txt 是吧 他们这两个文件名是不是指向的都是同一个inode 对 那我问你啊 总共这两个文件占了多大空间 嗯 应该是 就还是一个空间吧 就是说没有倍增 是吧 对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文件 是通往这个宝藏的一个入口 就是这个A.txt 通往这个宝藏的一个入口 嗯 我从山的另外一边又打了一个洞 又通向这个宝藏 并不意味着你这个宝藏可以倍增 啊 没有吧 只是两个入口而已 嗯 因为他们两个都指向同一个inode的号码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叫做硬链接 那你觉得啊 A.txt和B.txt哪个是硬链接 都是吧 啊 他们两个就没有所谓的原文件啊 和硬链接的问题 没有吧 他们两个的话呢 就都是同一级别的了 嗯 你删除谁 都没有另外一个都存在啊 就没有所谓的原文件和链接文件啊 清楚了吗 清楚了 所以他呢 这就是硬链接的这个好处 就是说你删除掉A.txt以后 但是呢 B.txt仍然指向1002 那么1002这个inode 它的link数啊 你看 刚才我不是在说link数吗 link数当有一个文件名指向它的时候 link数为1 两个文件名指向它的时候 link数为2 那如果要是删除掉一个文件名的话 这个link数就会变成1 啊 就会减1 嗯 那减1了以后 我一删除掉这个文件 这个inode会不会被收回呢 不会 因为这个link数为0的时候才会被收回 嗯 这个link数就是为了避免啊 我这个inode被别人占用 因为我只要看到link数不为0 嗯 那这个link数1啊2啊3 那我这个inode和这个对应的block就不会被收回 嗯 这就是文件系统的一个机制 你可以看文件的原文件系统原代码 就是这样子去就是说控制这个inode和block 什么时候被收回 它的link数只要不为0就不会被收回 嗯 所以的话呢 你的link数为3的时候 那你删除掉两个都没有事 只有删除掉第三个的时候inode才会被收回 嗯 没有了吧 没有了 好 这就是硬链接 那我做完了以后的话 你看到啊 这边的话呢原来link数为1 这个地方的link数为2 所以的话呢 你再删除掉原来的文件 你比方说啊 呃 我们在AA目录下不是有一个VM LNUZ 这个文件啊 我删除掉 RM 删除掉 我删除掉 删除掉 删除掉了以后 然后你再去ls-l 啊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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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样 啊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防止误删除 嗯 我再把这个文件的话呢 再去 比方说再去做回应连接 嗯 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反过来了 嗯 啊 这做回应连接 嗯 那么 还是一样啊 这文件又回来 啊 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呢 就没有所谓的原文件 和这个 就是新 应连接文件之分 他们两个都是平级的 啊 你删除掉谁的话都没有关系 嗯 你可以看一眼这个啊 嗯 你在ls的时候 加上一个-ri参数 就显示inode号码 啊 然后呢 再把那个ROOT目录下的这个 backup 这个文件 我 少了个根 啊 这文件是吧 对 我加了个ls-li 你看呢 它们两个的iNode号码都是相同的 啊 你可以加i参数的话 可以看到他们的实际的iNode号码 嗯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啊 这个应连接的问题 嗯 你可以不增加空间的情况下 你可以加个保险 啊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呢 重要的文件 或者日志文件 或者是一些 比方说 呃 就是说 容易被攻击的文件啊 嗯 或者说容易被删除的文件 或者说容易被黑客的话呢 随便就清掉 就是那个删掉的文件 那我们一般加个应连接 但是应连接用的确实是非常少 啊 只有你这样的需求 就是有个神经病 平时的话 偏偏要删除这个文件 嗯 但是应连接的话呢 不能跨分区啊 不能给文件加做应连接 只能给文件做 嗯 不能给文件加做 嗯 而软链接的话呢 既可以给文件加做 又可以给什么呢 给这个跨分区的文件做 因为软链接的话 就相当于快捷方式 嗯 快捷方式只记录一个路径 啊 那他对方的那个文件 存不存在都没有关系 嗯 所以的话呢 软链接就相当于一个快捷方式 嗯 而应连接的话呢 在Linux Windows里面 你可能很少接 嗯 就是你要从这个图的这种角度上 对 啊 如果你确实理解不了 那也没有关系 嗯 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住什么呢 硬连接怎么做就好了 嗯 你只需要知道 硬连接怎么做 就是一个原文件 一个新的路径 一个新的文件名 啊 他们这两个就是文件名和原文件 应该在同一个分区上 嗯 就OK了 啊 嗯 前面是原文件 后面是一个新的文件名 嗯 好吧 好 这就是啊 啊 就是有关硬连接的这个操作 这个案例的话呢 就是比较 比较深啊 就是说毫不脸红的讲的话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自己搞定 嗯 你说边缘安装的话还可以 但是呢 像刚才的话恢复不出来 那可能是EAT3版本的问题 嗯 你可能换了EAT EAT3 JREP 0 就是什么什么 0.10是吧 这个版本 而不是0.6这个版本 可能就能支持我最新的这个 EAT3的分区 嗯 但是现在的话呢 即使恢复回来都有问题 嗯 啊 所以的话我们也拿这种非标准的方法 没辙 嗯 那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 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是破罐破摔了 嗯 对吧 死马到红网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这句话真是到位啊 嗯 好那就这样 好的